超级暴风雪席卷美国加利福尼亚 截至星期六下午 内华达山脉的积雪已经超过一米高 最高积雪量预料会超过原本预计的三米 美国气象局预测 这个周末当地会面临可危及生命的暴风雪 气象局的数据显示 星期六中午 内华达山脉的积雪量超过106厘米 还刮起时速190英里的强风 当地的80号洲际公路 陷入一片白茫茫 部分路段被迫暂时关闭 禁止通车 气象局预测 内华达山脉积雪量会达到3.66米 暴风雪还会波及 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 喀斯喀特山脉 爱达河州 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的洛基山脉北部 跡下来 尽管达山脉 再往佛山脉 稍后 稍后 尽管达山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